拥有两个丈夫的生活有多幸福 女人左搂右抱 雨露均沾 不用上班不用带娃 晚上睡觉一边一个 一起开黑漆了融融 女人名叫贝拉 34岁 右边穿红衣服的是她的丈夫大壮 两人从大学一路步入婚姻殿堂 结婚十年生育俩娃 恩爱和物幸福美满 五年前的一次聚会上 贝拉意外结识了小强 一见钟情噼里啪啦 分别时 贝拉的嘴唇蠢蠢欲动 情不自禁作了她 事后心里非常矛盾 毕竟自己是个已婚女人 而且小强也有妻子 感觉自己做得不对 但又非常渴望再见到她 思来想去 贝拉将这件事告诉了大壮 维城墙 丈夫非但没有责怪 反而非常支持 为了征求意见 两人将小强夫妇邀请过来 进行了一波学术探讨 四人相见甚欢 深入交流 但不久 小强和妻子的感情就出现了一些问题 2015年两人离婚 小强自然而然加入贝拉一家 三人共睡一张特大号床 贝拉睡中间 分工明确 相处和睦 工作稳定 三人坚信 彼此都是真爱 两位丈夫不仅不会争风吃醋 还会把彼此当亲兄弟看待 一起育儿 一起聊天 一起睡嗑嗑 小强是个魔术师 经常在家里举办小型派对 不仅会给自己化妆 还会给妻子化上美美的妆容 看着两人甜蜜蜜 很腻歪 大壮哈哈打笑 完全不会生气 牵着女友的手 可抬一下看得津津有味 没错 一旁坐着的 是大壮的女友大美 她是她的老公 她是她的男友 她是她的女友 呀 跟着叠buff呢 当没有两个孩子 和大壮在一起 已经两年多了 目前她暂时不打算 加入这个大家庭 就喜欢这种暧昧上头 但又不用负责任的感觉 好家伙 汗得汗死 烙得烙死 你认为残疾人 应该有性生活吗 在加拿大 残疾人可以合法 叫小姐上门 花样繁多 服务周到 可以服务一个晚上 也可以是几个月 甚至一年 你敢信 看着眼前这张图片 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小卡片 仙人跳 付费小电影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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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都是非常专业的 陪护人员 在加拿大 有一家公司 名叫Sensure Solution 专门为残疾人提供 医疗辅助啪啪 创始人名叫Trish 从单位退休后 在一家陪护中心做招待 主要负责接听电话 她每天都会接到 无数来电 听到不同客户 各种各样的需求 其中不乏有残疾人客户 说自己非常需要人陪伴 想做个真正的人 想觉得自己有价值 在很多人信中 残疾人能够衣食无忧 就已经是岁月静好 公共场所的盲道 轮椅坡道 就是对他们最大的恩赐 但大家都忘了 残疾人也是有需求的 他们也会饥渴 也会有欲望 Trish明察觉出 这是一个商机 2011年成立公司招募队友 看简历 电话审核 面对面洽谈 主打业务是教育 也就是引导那些 没有任何经验的残障人士 教他们如何进行性生活 以提高未来生活质量 必要时可以拥抱 接吻 按摩 抚慰客户身心 还可以玩玩具 在沙发上 卫生间 桌子上 解锁各种地图 姿势和技巧 男女陪护 各式各样 啥都有 筛选是分严格 要求没有犯罪记录 身体必须健康 全部通过后 还需要接受专业培训 眼前这个女人 就是公司的其中一员 工作十年 经验丰富 每小时收费450美元 或者每晚收费 3500美元 她第一次约会 是与一位四肢麻痹的男人 我认为 每个成年人 都应该有机会 体会安全的服务 不必感到难堪和尴尬 残疾人 要有这种需求的权利 由于每个陪护 所能接触的底线是不同的 客户不能太随心所欲 不能喝酒或者磕东西 必须对陪护礼貌和尊重 如果这次不满意 下次可以要求换一个 服务周到花样繁多 因此招揽了不少顾客 眼前这个男人 就是这家公司的忠实用户 26岁 是一名脑瘫患者 虽然身患残疾 但对性十分自信 小时候 看着身边正常的小伙伴 先后有了自己的性经历 男人十分着急 发誓 一定要在高中毕业前完成 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 他依旧没能找到另一半 直到发现这家公司 第一次他十分紧张 此时男人达到某种意义的高潮 但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对于残疾人 以及丧失了某些功能的人来说 不一定通过传统的方式 才能达到某种奇妙的巅峰 还可以通过视觉享受 耳垂按摩 亲吻 亲密接触等多种方式 来得到满足 之后 男人陆陆续续接受了一年多的服务 十分满意 非常开心 称物质生活 精神生活和性生活 是人类不可缺少的三大生活 人人都应该平等对待 为此 他经常会向朋友介绍 甚至奔走相告 到电台进行宣传 但事实上 这家公司在加拿大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 虽然很多国家把性 列入合法的辅助性医疗 但加拿大并不在其中 关注我 带你看更多精彩 记录片 我会忘记录片 我会忘记录片 我会忘记录片